出口资料 对 所以赶快的来去做一下 这个进口资料分析 有看到吗 就拿我们刚做的这个进口资料分析好了 然后滑鼠右键 进口资料分析2 第二张滑鼠右键复制页面 请问一下 这个我们是不是要把进口的进改成出口 出口资料分析2 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进口资料分析 的进是不是要改成出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改资料这也是 不是很困难的事 好 所以把这个进改一下改成出口 出口资料分析 然后接下来 请问出口的值绝对不是3.0的10亿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进口 先进口先不要缩小 但是你的出口要打开来的出口 然后 然后这一个是用卡片做的 这个进口的总金额是用卡片 卡片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选选什么 选出口里面的值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假设我现在我直接勾这个值 它是不会让你勾的 就是 这个值 是进口的值 所以我们要先关掉栏位里面的这个值 再勾出口里面的值 好 所以进口 有 3个 10亿 出口 这么多年来 有5个 10亿 显然就是说 这两个 这两个之间存在有 两个10亿的差距 可是是很多年累计加起来的 反正 是很多年累计的差距 不及了 均勾的差距